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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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郑鸿怡 欢迎收听今天的报道全世界 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两位医师 那么这两位医师呢 因为最近有一部纪录片 那是在播放中国有关对人体活灾器官的纪录片 那么这个很值得大家来了解 那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医师呢 第一位呢 他是前沈阳陆军总院的医师 郑治医师 郑医师你好 郑医师 你好 主任 好 那另外邀请到的是 追查迫害法轮功的国际的组织的主席 汪志远医师 汪医师你好 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非常欢迎两位 那两位呢 现在人啊 这个分别是在美国跟纽约跟这个加拿大 所以呢我们是透过视讯 现在他们是在半夜的时候 那我先请教一下郑医师 您这个参与中国活灾器官这个事情 您当时的情况可不可以跟大家先做一个说明 好 我是在1994年的时候 在沈阳陆军总院秘尿外科实习 当时有一天就是沈阳陆军总院接到了沈阳军区后勤部的一个命令 就是让我们去执行一个秘密军事任务 我们科主院当时在办公室点名 就是点了三名军医 加上我一个实习医生 还有个护士长 一个护士 我们被点到名的当时告知就是不可以用任何电话 也不可以告诉家里 就是我们去执行一项秘密军事任务 当时我们很快就下楼集合 在楼下我就看到那个两个改装的救护车 当时救护车的座都拆掉了 就是两侧能能坐人 救护车那个玻璃都被那个淡蓝色那个手术石那个布给封闭了 当时我们很马上上救护车 救护车前面有个开路的先到就军用警车 就上有警灯的军用车 他打警灯就冲出那个陆军总案大门 我们直接上高速公路 在高速公路所有车都给我们让路 我们很快开到离大连很近的一个军队监狱 就是军队监狱有个接待我们的军官 我们当天晚上住在这个离军队监狱很近的军事招待所 在晚上吃饭的时候 军官给我们介绍的时候 我们第二天用那个火体 就是要摘取器官这个火体是不到18周岁 就是当时因为他不到18周岁 他父母花了一万人民币 那个时候一万人民币 就对一个普通家庭已经很大一个数字了 所以让给这个军官给他带入这个军营 由于他在军营跟这个当他们军官发生了冲突 因为他是农村农村兵 发生冲突也关到军队监狱里 发现他的血型就以高级军官区配了 所以就决定当时我们是取他两个胜仗和一个眼球 对不起 取他两个眼球 不是 一个眼球两个胜仗 OK 对 眼球左右两个胜仗 是 所以第二天我和一名护士进到这个军队监狱里 做最后的比对 就是血型比对 之后我们很快上了救护车 救护车就开到一个特别空旷的地方 周围占满了解放军 但是他们是拿着冲锋架 脸冲外 后背冲离 就很快就有军员压过来一个 他用军装上一个包裹头部 压到我们车上 到车上 我对面军医告诉我 踩住他 就是赶快踩住他 这时候护士长就拿了一盆消毒液 用个剪刀把他的衣服剪开之后 直接在他的胸部和腹部 快速做了三次消毒 但是没有打硬和麻药 我对面军医就拿了一把守护刀 就从他的箭图下 有宝剑的箭图出的图 学个生理词到这个位置的箭图下 直接做个大切口 就是开膛破肚 当时我看到那个人肠子一下就涌出来 那个军医就是把这肠子一腿 因为我们分两股就是取两个肾脏 我对面军医命令我说你快用剪刀剪他的动静脉 当时我这个机械的就是那时候已经人有点麻木了 因为我从来没见过这个场景太恐怖了 当时我那个剪刀剪到那个动脉的时候 那血哇一下就喷出了 当时腹腔流动的都是鲜血 我那个手套上当时都是这个血 我当时人就惊呆了 我觉得那个这时军医我就看得快速的 就把那个肾脏取下来之后 就放在那个 我们是有恒文核放在那个恒文核 这时候就是快速冲洗 用那个大口的注射器用生个盐水 必须把那个脏气的血液冲洗感觉 要把血液凝固在脏气当中 就是脏气就会作为 移植到盐水上之后 它的成果率就是很低的 所以这个 这时候对面军医跟我说 不快取他一个眼球 我当时看了一眼我一看 哎呀就是 真是那个他的眼睛还在动 他在就特别恐怖那个眼睛在看着我 那个时候我跟他下不去手 之后这个巨医就拿了一个直血钳 他用左手就摁住这个前额的部分 摁在车的地板上 右手直接就完出来一个完整的研究 那个现场太恐怖了 那个就是无法用语言形容 因为那个我看腹腔那个血快速的流动 因为那个我们取腎脏必须快 也要防止这个血液沾上就是有脏连 这时候军医就用2米多长那个黑颜色塑料口的 就把这个人整个套路之后 那个外面的军员来就拉走了 然后我就说这拉什么地方去了 他说就是少掉我处的 就当我看一张窗外那个拿冲锋枪的解红军的时候 我觉得真是太残忍了 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保卫的事 军医师我打个岔 那他没有打麻药 那他不会叫吗 他会不会叫 是因为他的那个颈部 就是有个贯穿上就是在流血 就是不知道是那种就是枪是砸的贯穿 还是近距离开枪打的 就是那个有个贯穿的上 OK 对 因为他头部是用那个军装的上衣在包裹着 所以为了取他眼球 那个军医给把那个上衣给拽掉之后 我一看 所以他当时是昏迷的状态吗 他是清醒的 但是就是属于他那个贯穿上他发出声音 他整个岩是被捆着的 只是他的双手是在后面 那个两脚那个绳子都在捆着 我了解 那他这个一个眼球跟两个肾脏要给谁 对 我们取完之后就是救护车 这个特别快的速度就上高速就开回沈阳陆军总院 当我们到楼上就是那个手术时有一号二号三号 就是他那个灯亮了 就是已经有做好那个移植的另一组 那个医护员员就准备 我们上完之后主任为了培养我 当时我年轻 他说让我一起上台可以去那个做这个防整 就是从取气管一直到移植手术 但我实在坚持不住 那个时候就是人要崩溃了 我当时就是虚脱 所以主任说让我坐在那个离手柱台不远的一个地方 你在那休息 我就看着他们在那个手柱台做这个移植手术 移植给谁 那个因为他们用那个布都蒙上了 就是坐移植的时候已经把那个头部都蒙上 只是那个鼓腔流下来那个做手术的这个范围 但那个时候我这个人都快崩溃了 就是也太残酷了 那抓到这个人来活摘他的器官这个人 他的血液有被事先去跟要移植的人有做match吗 对 那个因为在我们去之前已经做匹配了 但是我们只是去现场执行的 那他被他这个人就是说被你说颈部有枪开枪吗 是不是 就是那种棍村上 不知道是倒或者是抢那种棍村的 就是在他的吼 那那是故意的吗 对 他就是一个是不能吼叫 再一个就是不能呕吐 如果这个呕吐物处之后 他喷到这个腹腔或者是喷到脏器就能形成 就是造成这个疏后感染 那他其他的器官呢 他其他器官我们当时没药 因为那个当时只告诉取两个肾腔 那个眼球是眼科当时要用 所以就临时他取了他一直眼 那你刚刚讲那个一万美金啊 对不起一万人民币啊 人民币 那是给谁啊 就是中国在招兵的时候 每年去那个地方有带去带兵的军官 就给那军官一万人民币 在当时的社会 就是在中国家庭来讲 已经是比较多的钱了 我听懂你的意思说 一万块人民币给这个不到18岁的年轻人 他的家人 给他一万块人民币 他的家人拿的钱给军官 去领兵的军官 带兵的军官 军官好能给他带到军营吗 哦 哦 所以我如果要去这个军队里面服务 我还给要给钱给军官是不是 中国地方很多都是给的 因为你除非你过一些后台特别硬 但是给的少 一般普通的百姓家都会给的 是因为去军队服务的生活过得比较好吗 因为到军队可以升学提干 或者就是他当兵 比如三年之后可以去有个好的工作 你经历过这一次 你说你实在是下呆了 那而且中国也希望你不要 不可以跟外面打电话 不可以告诉家人 那你为什么要站出来讲这个事情 因为我在2005年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就 我的妈妈和我这个姐姐已经出国了 然后我一家伤口在北京 当时有一个这个政治局常委的这个身边的一个亲信 因为他的岳母是我父亲就是在90年代时候就是救过他命 就是给他 因为我父亲是医生 所以他跟我们家关系特别好 所以在2005年的时候有时他去看我 在北京 看我的时候就提起来 当时我就跟他说 我说那个在东北就是迫害法轮功很严重 但是就特别紧张 他马上什么话都不跟我说 站起来就走 我就得送他 送到马路的时候 他突然转身看着我 就是几乎一个字一个字的跟我说 他说在湖北武汉 武汉 省公安庭 后花园地下 盖满了法轮功学员 就是有未成年的孩子 因为那个时候我看他那个面部就特别紧张 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太严重了 因为那个我本身我就做过这个器官 一直这个当时实习的时候就工作 但是我直到这个共产党国残酷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决定就是离开中国 当时我走的时候是我就从北京出发 经过的是越南 反正是到泰国 泰国联合国保护 在泰国的时候 那个联合国官员就告诉我说 有中共的这个特工人员在那个泰国 说随时有可能对我有生命危险 所以当时他们告诉我就是不能在亚洲倒飞机 就是新加坡、香港、马来西亚、印尼或日本 这都不能去 当时让我到欧洲的维也纳 所以他就给我拿了一个那个手带 那个当时这个手带印的图案 他说跟我印一模一样的图案的人会接我 所以我到欧洲的维也纳机场就是那个飞机那个门 一出那个门 马上就有人来接我 你看那个手带跟我拿的一样 但是告诉我都能出机场 就是如果有说中文的或者是有来问我问题的 就都不能回答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哎呀 就是那个共产党渗透的可能是这么厉害 就到欧洲了 我又没有服务维也纳机场 在那等转机 后来就到加拿大 因为那个联合国官员提前跟加拿大政府联系 我就受到加拿大保护了 所以我就来到了这个加拿大 到加拿大之后才发现 几乎所有的中文媒体都是请共的 所以我一直想找一个这个非常安全的这个媒体 能够有良心的能够报道出来 因为我担心 如果一旦出现这个披露 那个胡摘器官这事不但没报道 可能我生命都会危险 所以那个隐性埋名 因为那个真的那个就是这个华人社区几乎都渗透了 曾医师 这个您为什么会被这个医院指派您去摘取这一位不到18岁的年轻人的肾呢 因为那个时候我家的背景就是在军队的背景比较好 所以那个我还年轻 当时那个主任就有意培养我 只是想让我留在军队的医院 所以他就想这个有一个实习医生 就是可以去锻炼学习 那您摘取这个器官之后 听说您大病一场 对因为我当时就吓得发高烧 那个因为晚上吃饭的时候 我就看那个鱼和肉啊 我真的样不下去 那是在我眼前就是都是那个直接那个开膛坡度大切口啊 那个肉是翻了 那个血在流动呢 反正主任一看我都这样了 所以那你允许你回家吧 我当时回家的时候我妈妈就问我说说你怎么了 我当时不敢告诉他 因为那个我怕给他带来这个生命危险 所以我就简单说一下我做了一个手术下了一下 你不敢讲实情了跟妈妈不敢讲实情了 不敢讲那个 那个 当时我直到讲完之后我全家都会那个造了这个生命危险 那您在2005年后来就出国了 那您全部的家人都出国了吗 对目前我我的两个姐姐我的妈妈 这个和我的全家都在这个加拿大生活 那您现在这样子啊已经不隐姓埋名了 出来讲这一段你不害怕你未来的生活生命吗 我必须得站出来 因为我当时看到一个哈尔滨的法轮功学员呢 他在这个被摘取器官之后啊 有个有良心的这个当时工作员给他留下的一些证据这个报道 我觉得这是我不能再沉默了 就是我勇敢的站出来是因为不想让世界 任何这个家庭啊 任何民主啊国家再走出这样的这个苦难的这种痛苦了 嗯 那您这个选择出来讲这样想想了多久 你有考虑过多久 我用了17年的时间 就终于突破了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找到一个可靠的 然后我用了这么长的时间呢 他终于找到一个最可靠的这个记者 当时他是大吉兰的一名住多伦多的一个记者 我最后觉得他最可靠能够把这个真实报道出去 所以我把他约到家里 把这个整个经过讲给他 他就记录下来了 但他也非常紧张 因为他从来没听说这么残酷的 在人类史上还有这么残酷的事情 法轮功是在江泽民时代 啊严重的迫害 到现在啊习近平时代还会这样吗 一言是这样了 因为那个这是共产党的整体犯罪 嗯 因为这个罪恶太大了 他的集体决策一场复杀 对中文人民的一场复杀事件 嗯是 你像你现在在加拿大生活 你会感受到有人监视 或者是跟踪或者是迫害的情况吗 就是这一次我去要去台湾之前 就在我家这个楼下 到我最近的一个帽 就一个商场啊 嗯 那个路上 一个华人的男的 他突然间把车 因为那个这个路 小的路口啊 这个人特别少 尤其加拿大都是开车 走路也特少 嗯 所以他把车就停在那个 教堂的那个停车上 嗯 上车把帽子戴上 口罩戴上 把突然间手就揣在他的兜里 就跟我来了 嗯 当时就紧张了 我觉得不对劲 这个时候那个幸亏旁边有一个西人的男的 嗯 那个男的发现有危险 他就站在我身边不走了 就是直直的看着他 后来这个人没有感动 我就赶快就逃离了 就赶紧那个跑了 在实际上 我现在也随时面临着危险 嗯嗯 那你隐姓埋名17年 那你靠什么生活呢 因为我家里在大陆时候 条件就是比较比较优越 但是呢 我到这之后 因为我家的所有的这个人员 都在都受加拿保护了 现在都在这个都在做生活 所以他们为了照顾我 就为了我的安全 他们都在照顾我 了解 这个好 我们先访问的是郑治医师 那这个郑医师啊 他啊 这个这么勇敢出来揭发 真的是非常佩服 那我先跟大家报告就是 啊 有一部这个纪录片啊 是叫做国有器官啊 那这个国有器官 这个纪录片呢 是由导演张永静啊 花了六年的时间所完成的 那啊 深入的探究中共活摘器官 背后的一些啊 情况 那么啊 这个张张永静啊 导演啊 他啊 这个受造很多人的拒绝 因为这个要出来揭发是不容易的 啊 那但是呢 他的这个纪录片啊 啊 得到纽约曼塔顿电影节最佳人权纪录片奖 也是加拿大电影雄师奖的最佳导演 最佳音乐奖啊 那目前正在台湾啊 巡回的播映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访问的是啊 汪志远汪医师啊 汪医师是1953年出生啊 我先请教一下汪医师啊 您为什么会想要出来担任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主席啊 因为我了解到第一 我呢 在这之前我也修炼法轮功 嗯 我修炼法轮功呢 受益很大 哎 我感觉到这个法轮功啊 真的是一个高的大法 哎 可以教人向善 提高人的道德品质 同时呢 它有五套功法 又可以是人强身健体 嗯 可以说 对社会 对个人是百利而无遗憾 嗯 对谁走好 可是呢 从99年7月份 中共呢 对法轮功进行了残酷的迫害 嗯 所以我看到这个情况啊 我跟我们一些朋友啊 比如说的 这样的惨烈的迫害 那 在人类历史上是少有的 将来人类一定会 对这个事情进行审判的 那么作为我们一个法轮功学员 我们一是要 嗯 向社会 讲这个真相 法轮大法的好 嗯 第二呢 我们也要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邪恶 同时收集它的证据 为将来的审判做审备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组织 这个追查国际 所以我跟我一些朋友 就发起 在组织了 在2003年1月20日 嗯 嗯 在追查迫害法轮功 国际查科 嗯 那么2006年3月9日 这个火灾机关的事情 在美国曝光了 是由这个苏家彤的一个医生啊 医生在这个前妻 叫安妮 还有一个记者叫佩特 啊 在DC 网行都DC 嗯 揭露了这件事 嗯 说呢 那这个苏家彤 那这个苏家彤 这个火山医院的通向师 就关了6000多名法轮功学员 那两年之内啊 就4000多法轮功学员被撒谎 哦好恐怖 他的先生 对 在安妮的先生 两年之内 就摘取了2000多名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 嗯 我听到这个事情啊 感到非常惊讶 当时我们也是有点 由我本人来讲 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啊 因此反而非常震惊 嗯 第二呢 也感到有点半信半疑 因为他这个数字非常惊讶 对 啊 有1000多名法轮功学员 但是我呢 通过 因为我呢 也是在大陆来的 我对共产党的做事也有些了解 我就感到这个事情不敢怠慢 嗯 一定要去调查 嗯 先不下结论 啊 所以我们就在 这个2006年3月9日这件事情 包括当天晚上 嗯 我们就开始对这个血栓医院进行调查 第二天呢 在全国 对全国的 器官移植 医院或移植中心 开始全面的调查 嗯 很快我们就发现 这件事情是真实发生了 而且 比我们所了解的事情 严重的多 嗯 当时我们发现啊 有几个方面 在大陆呢 中国大陆啊 区块移植 一个爆大性的增长 这个 卫生部啊 这个严重报告的 在最后看 99年之后 器官移植业增加了180多倍 嗯 嗯 99年以前 中国大陆的 现在啊 二十多年的 该移植的累计数量 只有135例 嗯 91年到98年 这8年期间 才做了78例 99年到2006年 这同样的 接下来的8年 是多少呢 14,085例 哦 嗯 每年平均1700多例 相当于99年 以前的180多倍 而且这还整整是 中共官方的数字 嗯 根据最大国际调查呢 实际数字 要在这个基础上 就称10倍以上 你说这多惊悚啊 嗯 这是人体器官了 而且还出现了其他的一些 非常奇怪的现象 你比如说 出现了人体器官的这个 免费促销 嗯 荷兰省人民医院 就打算了 二十例干涉移植 免费促销 嗯 大家都知道 在全世界 包括美国 做一个干涉移植 等待器官平均 是两个三年 对 美国前副总统切尼 做器官移植 在网上排队 排队 不管等了多少 二十个月 可是呢 在中国大陆什么样呢 这个 前卫生部的副部长 黄杰峰 在行江大学 第一副术院 做一类干移植 就有三个活人 做备份 哦 南京区区 福州总院的 器官移植科的 和这个圣移植科的主任 叫谭建明 嗯 在上海第一人民医院 做了一类圣移植 在两个月之内 有八个圣做器官的配型匹配 嗯 第八个圣 匹配成功 才完成了这个手术 哦 想想想看 八个圣啊 就等于八个人啊 对 两个人用八个 其他国家等要等两三年 他这里就等 有要多少有多少 嗯 这是活等的奇怪啊 为什么会这样呢 是 是 是因为啊 九九年开始 中共对法轮功 在全国范围内 避免了残酷的迫害 大量的法轮功学员 比划复 嗯 这个呢 王医师我可不可以打断一下 你刚讲说 卫生部的副部长啊 他啊 这个要一个圣 结果有三个备份嘛 另外有一个是啊 这个 三个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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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部长做了一个 三个干 哦哦哦哦 那另外有一个啊 说有八个备份 那个那个官是是谁 那是南京中区辅助总医院的 圣医治科的主任 叫谭建明 哎 所以他也是个医生 他对 也是医生 是医治科的主任医师 那他为什么需要到 去牺牲八个人呢 这个做器官移植啊 需要进行配型啊 对 对 血型配型 还要组织配型 对 这配型非常难啊 所以他这 就第一次拿了四个圣 一个一个配型 哎 然后配型不成功 那第二次呢 又拿其他的圣进行配型 配型到第八个圣 配型合格 可是他只要先给他抽血 来配就可以了 不需要先把人家摘掉啊 这个东西啊 我得到的资料是他拿圣去配型 就是拿这个资料 但是不一定啊 也可能摘掉 也可能不摘掉 哦 资料没有让他进行 ok 但是至少 有八个人 哎 可以提供他圣 啊 就是他选择可以 有八个圣 选择 选择的机会 了解 那就是 如果配型成功 他就可以随时拿这个圣了 拿这个人的圣了 哦 那法轮 你刚刚讲说你有参与法轮功 我知道法轮功是真善忍 哦 那很多很多人在练功 对身体有帮助 那么 那这么好 为什么共产党要破坏他呢 这个啊 我认为啊 有这么三个方面的原因 哎 第一 是意识形态的矛盾 哦 对立 共产党呢 是讲的无神论 只允许人们相信共产党 不允许相信任何其他的东西 哦 哦 那就是无神的 没有神 那这个也是对立 同时共产党是独裁统治 办事呢 讲到暴力去 暴力多去挣钱 统治是这个独裁统治 嗯 共产党的官员呢 各种方面呢 他都在说假话 嗯 在共产党国度里面 不说假话办不了事 那汪志远医师现在是 追查迫害法轮功 国际组织的主席啊 那么啊 这个还有一个就是 大家如果啊 可以的话 可以去啊 看这个正在台湾巡回播映的 纪录片啊 他叫国有器官啊 是由导演张永进啊 啊这个导演啊 花了六年时间所完成的 国有这个中国怎么样活灾器官啊 所背后啊的这个黑幕啊 啊 那这个啊 很不容易进行的这个纪录片呢 那么得到了曼拉顿电影节最佳人权纪录片奖啊 加拿大电影雄狮奖最佳导演最佳音乐奖啊 好那啊 汪医师我再请教你啊 那您啊 刚刚有讲说啊 六千多个人被关押在那个叫苏家屯是不是 对 苏家屯小算医院 那这个苏家屯在哪里啊 在沈阳 沈阳啊 中国大陆的沈阳 哦 哇那这这六千多个人是随时想要要器官就摘摘取的的的的一个器官库吗 那就是啊 那他说的就是在抑驾时管了那么多人 哇 是是 那么啊 这个你刚有讲到说 就法轮功是非常好 那法轮功有神 那所以中国是无神论 共产党是无神论 所以啊 在中国只能够相信共产党不可以信神吗 对不可以信神也不 也不能信法轮功也不能信佛教道教什么神都没有 只能信共产党 哦 那那您啊 在那边啊 行医那么久以前没有听说过啊 啊 这个共产党活摘人体器官的事情啊 在这之前哎 没有听说 就是 2006年3月9日 这个第一个证人 在美国华盛顿DC曝光这个之后 我们才听说了 紧接着我们就进行了全国调查 OK 调查很快发现 这件事情不是像表面说的那么简单 哎 它是由当时的统治者前党魁江泽梅下令 嗯 通过正法委610系统 操控了整个国家机器 包括党 政军 武警 司法系统 和全国的医疗机构 在全国范围内 用活摘器官做一辈子的方式 嗯 对法轮功这个球体 中心了一场 大规模的屠杀 是 文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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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打断 就是要灭折这个法轮功这个信仰 灭折信仰法轮功的人群 是 文医师 我请教你 是一个国家国际灭犯罪 好 我请教你 你刚刚讲那个Annie跟Peter 他们出来揭发 这个Annie的先生 这个 摘取了法轮功学员2000多个眼角膜 那这个Annie的先生 现在人在哪里啊 呃 现在不清楚 好像是 后来得了重病 可能过世了 可能是 哦 OK 那 那些眼角膜 眼角膜被摘取的人 人都还活着吗 那就是同时还有其他人 摘取其他的器官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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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您正在 这个要指控啊 共产党 其实也需要证据 那你还有什么其他的证据吗 哦 我们现在为止啊 可以说是海量的证据 哦 呃 截至去年 就截至2023年10月份 嗯 嗯 我们公开发表了 这个调查录音证据 就有866个 直接证据就有66个 嗯 资料证据有4000多个 嗯 嗯 我们出了两部说叫铁证如山啊 啊 主要是讲这些证据 哦 我刚才说的还有我们还出了这个电影 嗯 还有视频 哦 一部一部电影 两部电影 嗯 一部是叫铁诺如山 一部叫活在实验调查 那我刚才说的这个66个直接证据啊 是什么根源呢 就是在这个证据里面 直接说到了指证了中共活在法轮功学院机关 或者说到了活在法轮功学院机关 啊 那么这66个证据包括哪些人呢 包括五名中共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就是中国啊 最高的亲人领导小组 就叫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嗯 还有国防部长 中委副主席 啊 有政治局委员 啊 还有 卫生部 巨工方 总后勤部卫生部的部长 卫生部的部长 卫生部的部长 嗯 沈一级的政法委的附近 都是大官 还有 还有 41家 41家 器官医生的医院 医治中心的主任医师 啊 主导医生等等 啊 还有现场 目击者的政策 有 他家人 亲戚参与活在法轮功学院机关的 举报政策 啊 其韩林外 还有 日本的一名经济评论家 他听眼目睹 啊 北京武警总领院 把一个二十多岁的法轮功学员 砍断了四肢的那个精啊 嗯 绑在床上 嗯 就被活在他的肝脏 这样的事情 哦 所以说 我们目前 得到的证据可以说是海量的证据 嗯 我们就要起名叫死定无善 哦 这些证据都指责了一个结果 就是 这是由中共指责主导在 国家穷体灭绝犯罪 那 那 王医师我请教你啊 这个啊 网路上啊 最近有一个盛传一个中国的新闻啊 他是24岁的 中国地质大学硕士研究班的学生 他叫龙兴雨 这个龙兴雨在2024年的3月啊 他因为运动啊 扭伤了他的脚 那为了省下人民币大概一千块的啊 膝关节的支架 所以呢 他就去网路上买 就网路上买啊 因为他才花这个几百块的啊 支架 可是呢 这个三月底啊 龙兴雨就啊 这个突然发生心跳停止啊 那他被确诊为肺酸塞 导致呼吸心跳啊 骤然停止 5月23 龙兴雨就被被确认为脑死 那他的器官呢 被分送给几个人 据说啦 里面有这个四个中国的高官啊 那我想请教这个案子你有没有 你们有没有去追查 这个案子我没追查 我也是从 从媒体上看得过 你有看到这个新闻吗 嗯 看到这个新闻但我没追查啊 那你怎么啊 对这个事情有什么评论吗 我现在感到他这个报道的这些理由啊 很不确切啊 站不住脚 哦 那么这个很有可能是啊 因为这个小病啊 而引起了医院的注意 或者是他的这个血型啊 组织配型啊 可能有些人的这个需要相慢起 要相匹配 那么这个人也可能是必谋杀 也可能是啊 这个他们说的情况 但是他们所报道的那个病因 有点太离奇 哦 一个外伤 哦 就那么轻的一个外伤 一个年轻人 出现了肺酸塞 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啊 那么这件事情呢 我可以这样说 就是这个案子本身我不了解 我没调查 嗯 但是从这个中国大陆目前的情况看 嗯 这个活摘法轮部学院器官 因为啊 是 那时候中共主导的国家穷蹄灭绝犯罪 而且是在全国范围里进行了二十多年 嗯 增养了一大批的杀人的魔鬼 这个行动本身对社会带来的是什么呢 带来的是道德底线的毁灭 嗯 哇 那么 这些人 杀人的这个集气形成了以后 嗯 他在法轮部学院器官不能满足他 嗯 无限谈 谈梦 无限扩张的谈梦 嗯 追求的时候 嗯 那么必然向社会扩改 那么种种迹象看 活摘器官已经蔓延到了社会 嗯 嗯 那么就是说 你刚才做的这个案例 有可能就是 这个中共 这个引起的社会这么一个现象 哦 因为活摘法轮部学院器官毁灭了社会的道路 一件 黑了一批杀人的魔鬼 那么这些人呢 那不仅上法轮部学院 也同时也 好 那王医师我请教你 对 除了法轮功学院 除了法轮功学院被破坏之外 西藏的状况怎么样 那其他的族群 你比如说西藏民啊 那么维吾尔州啊 还有普通上法的民众啊 各个阶层的民众都受迫害 嗯 无疑心 新 中共啊 建政以来 从50年代的三场无反反右 到文革十年的浩劫 嗯 到六四的折胜 每一次 都有大批的中国民众受迫害 哦 所以说 中国的社会啊 这个中共啊 哎 这么多年来 从来没有停止过 对民众的迫害 嗯 这是对法轮功学院的迫害 对西藏的 对新疆的 对这些人的迫害 是这个中国啊 这些年迫害民众的一个延续 好 那我再请教 那现在在中国啊 还有多少法轮功的信徒 呃 那这个现在也无法统计 哦 但是呢 当初啊 1999年破坏之前呢 嗯 中共官方统计啊 就是 据说 有七千多万 哦 这么多 有些说法来说 可能上映 哦 哦 修炼 尽管这么多年来 中共的残酷的打烊 嗯 但是仍然有很大量的法轮功学员 对 堅持修炼 那你你出来出出任这个啊 追查破坏法轮功国际组织的主席 有承受到中国方面的压力吗 共产党的压力吗 啊 啊 当然也受到过了 但是他给你的压力是什么 这么多年了 啊 你比如说对我的电话的跟踪啊 骚扰啊 哎 对我这个互联网的这个破坏啊 啊 因为现在是当然无限了 原来是经常是开普线嘛 嗯 这个开普线经常被切锅啊 哦 这个有一次 你不是08年 我开车准备到纽约 美国的纽约法拉盛 去参加一个反中共迫害的这个集会 嗯 我开车的时候 我一看我的车呢 后面一个龙台啊 我一个龙台就被钉了八个钉子 哦 八个钉子 我就不得不去把车拖去再去换龙台 哦 换了龙台再去 哦 有时候呢 也有看到 这个中共的特务在后面跟踪 哦 危险 这些现象呢 这些年是有的 那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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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中国行医了25年啊 那啊 这个当医生的收入 当医生的社会地位都很好 你为什么想要移民去美国呢 还是移民去加拿大 当时呢 我去美国是因为我 我我我夫人是在 美国哈佛大学这个 这个做这个访问学者研究 啊哈 所以我就探清了出来以后 我一看 这个哈佛条件也比较好 他们也希望我能够留在哈佛大学做研究 啊哈 所以呢我就留下来了 在哈佛大学做一些科学研究 啊 所以就没回来 没回到 这还没回去到中国 哦 那你 你在啊这个啊 啊 美国啊 啊 担任这样的主席 那你的家人在中国安全吗 啊 呃 我家人现在已经都出来了 都在外面 所以呢现在呢 也他也骚扰不到 啊 拒绕不到 是是是是 啊 啊 那啊 您担任这个啊 追查破坏法轮功 国际组织的主席 那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样的工作 我们就是要一如既往的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 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或个人 嗯 无论天涯海角 无论时日长短 必讲追查到底 嗯 行天理在线通道 狂扶人家正义 这就是我们追查国际的宗旨 我们就是按照这个宗旨在做 哦 我们一定会一直追查到 中共这个解体 那你刚刚讲说 因为台湾人不是那么了解中国共产党啊 你刚刚讲说 法轮功有神的存在 这个共产党是无神论 只能够相信共产党啊 所以他们讲了很多的假话 那我们要怎么去分辨说 他讲的是真话还是假话 嗯 这个啊 嗯 可以这样说吧 哎 中共的媒体 中国的官员 告诉你的情况 可能基本上都是假话 哎 所以说你要多听其他第三方的 啊 多听他们 被中共迫害的这些人 所跟你说的情况 啊 所以中国不是这句话吗 说坚听者明啊 对吧 嗯 就是多看 嗯 因为在中国大陆来讲 是逆党制的对吧 哎啊 不管是新闻媒体啊 还是冲队啊 各方面都是他中共 管理下的 那么啊 汪医师我请教你啊 因为啊 这个中国啊 他其实是在2007年的3月啊 国务院有一个啊 第171次的常务会议通过了 人体器官移植条例 那里面的规定是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 不得以任何形式 买卖人体器官 不得从事与买卖人体器官 有关的活动啊 那我意思就是说 他也有法律的规定 所以他是不 不 那个法则是假的吗 可以这样说 他这个法律啊 他是中共为了维护他的政权 为了他的需要而建立的 嗯 而且这个呢 他为什么07年 为什么出台这个 这个这个条例呢 嗯 是因为06年 苏家彤 这个活摘法轮目学院器官 集中营的这个黑幕曝光以后 嗯 全世界指控他 他才迫不得已出了这么一个条例 嗯 嗯 就是说 他也没有承认他之前 啊 活摘器官 他只是说 从现在开始不许这样做啊 嗯 这是他是为了应付世界 国际一弄 语弄 啊 指控他活摘法轮目学院器官 而出台的这个条例 啊 啊 所以呢 实际上 他是一个幌子 一个骗局 嗯嗯嗯嗯 嗯嗯 他后面 还在继续做着 那种犯罪活动 嗯嗯嗯 嗯嗯 这样子哈 好 哎 其实啊 在台湾啊 哎 都会有听说有一些是 有钱的企业家 或者是啊 官员啊 有有有权利的官员 那么啊 跑去中国啊 接受器官移植 那不过那个啊 啊 费用都非常的庞大啊 啊 那这些啊 啊 器官中国人都不够用 怎么有办法给外国人呢 这个他是啊 啊 来源是怎么来的 啊 这个是这样的 一个我刚才说了吗 自从迫害法轮功以后 大量的法轮功学员被抓捕啊 嗯 那么有一批人 非法抓捕 关押 哎 关在那里 做好了 这个做器官移植的这个匹配 嗯 那么有器官 这器官就多起来了 但是呢 在中国大陆来讲 一般的民众 他也付不起这个费用 嗯嗯 啊 那么 那些高官呢 还有这有钱的人 可以 这他们是要要付得起 嗯 那么同时呢 那这个业务也向海外在扩展 嗯 那么海外呢 相比之下 那 这个经济这方面可能 有钱人更多一些 嗯 而且呢 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器官移植呢 收费也比外国要便宜 更重要的是 中国大陆做器官移植 等待时间很短 嗯嗯嗯嗯 嗯 因为在国外要等两三年嘛 对 而且你拿到的器官呢 他可能就是一个抢救无效的一个死了的人的器官 嗯嗯 或者是一个 事故啊 死亡的 哦 但是在中国大陆他去以后有可能是拿到一个正常人的器官 嗯嗯嗯 而且等待时间很短 两三个星期 一两个星期 甚至几个小时 嗯嗯嗯嗯 那的 外国人就可能到中国来 听说有死刑犯就马上枪决 马上就拿 就是说 如果你需要 那他去匹配 他匹配成功了 那么这个 啊 死刑犯就 选 选人 选一个时间 啊 就就把他枪决了 是不是这样 当然 死刑犯 他们也在用 这是肯定的 嗯嗯 但是死刑犯没有那么多嘛 哦 这是一般是不可能的 那现在苏家屯还关那么多法轮功的学员吗 啊 在在中国大陆还关着大量的法轮功学员 哦 关多少这不知道啊 啊 那 嗯应该说是至少是几百万 这么多啊 啊 哦 嗯 嗯 嗯 当初 这有个资料 就是法刑社啊 在两千零 啊 我看两千零几年啊 嗯 法刑社就一个报告 报告 就是在中国大陆的监狱啊 监管监狱里面 那监管场所啊 关押的犯人一半以上 啊 是法轮功学员 哦 他那个监管的数量也多少呢 嗯 五百万 嗯嗯嗯 那一半以上是两百多万了 对吧 嗯嗯 那法轮功是会影响到共产党的统治基础吗 嗯 其实他自己恐惧 就是共产党恐惧 嗯 法轮功修炼人整体会影响他的政权 嗯 因为 历史形态不同 对吧 嗯嗯 第二呢 民主又很受欢迎 对吧 是 哦 因为他 说这个修炼 征善人做好人 为谁都好 对吧 嗯嗯 而且强势建体又效果又很好 嗯 嗯 那中共呢就以为 就感觉到受威胁 是啊 民众不欢迎他而欢迎法轮功 其实 法轮功是不会影响他的政权 了解 因为法轮功修炼啊 嗯 他是一种修炼 他不关系 他不参与政治 嗯嗯嗯嗯嗯嗯嗯 好 这个是做共产党他无法理解的 好 那这个啊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我们啊 今天啊 要非常感谢 这个汪志远医师啊 他是追查破坏法轮功国际组织的主席 那么啊 来揭发这么多的事情 另外是 嗯 也要感谢啊 前沈阳陆军啊 总医院的实习医师 政治医师啊 那这个 他们现在都是在啊 美国跟加拿大的半夜啊 那也非常感谢 两位医师跟我们的连线 王医师因为时间已经到了 非常感谢你 好 感谢主持人 感谢各位观众 好也钦佩你的勇气 好 那我们感谢大家的收听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拜拜 谢谢王医师 别离了 别干了 会吧 你